最漫长的一日 最温暖的陪伴 每日与主同行 扎寻一生信仰的根基 伴你成长 我是阿清 约伯记二十七章一至六节 约伯记续说 那奪走我权利的永活上帝 那使我心灵痛苦的全能者 我指着他起誓 只要我活着 从上帝而来的气息 还在我里面 我的嘴唇就决不说邪恶的话 我的舌头就决不杀荒 我决不承认你们是对的 我要致死捍卫我的正直 我必坚守我的清白 决不动摇 只要我活着 我的良心都是结正的 今天和大家分享的主题是 坚持正直 约伯记一开始 就表明撒旦挑战上帝 指约伯的敬拳 不过是他求祝福的手段 约伯的朋友 也都一直力劝约伯承认自己的过犯 以免受到上帝的惩罚 却不理会 约伯是否真的有罪 撒旦挑战约伯 为求祝福而装甲 朋友要求约伯为不免于受罚而说方 约伯却一直坚持自己的诚信 不说邪恶的话 也都决不杀方 有时 身边会有很多声音 劝告我们妥协 劝告我们不要坚持正直 引誘我们放弃诚信 当中 有些声音是出于恶意 正如撒旦对约伯的指责 有些声音却是出于善意 好像有人对约伯的规劝 不过 不论恶意或善意 这些声音都是要约伯放弃自己的诚信 面对类似的声音 我们能够好像约伯那样 坚持真实和正直吗 我们实在要学习约伯 在受苦受责的时候 依然不为自己的益处 才敬畏上帝 不为取悦上帝而说方 因为我们相信 上帝是信实公义的 他不会用苦难 逼我们承认自己 无犯的过错 他也不喜欢我们 信口开河 如果自己是正直清白的 就要坚持自己的信念 多谢您收听 由和谐频道制作的 每日与主同行 材料节六字 汉语圣经协会出版的 天天亲近主 欢迎您在我们Facebook 留下您的足迹 明天见 拜拜 拜拜